来看新闻 眼下我们辽省地区最热的文化事件 当属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的年度大展 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文物精品展 作为这次展览的有意补充 辽宁省图书馆也举办了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 同时12月份辽图的众多线上线下文化活动 也是精彩分成 近日 文道唐宋八大家古籍文献展 在辽宁省图书馆点击展示馆开展 展览共展出辽宁省图书馆收藏 唐宋八大家的重要古籍 和较有代表性的版本30余种 八大家中每人都选择3到4种重要古籍 基本反映了从宋代至清代以来 八大家文献的流传概冒 很震撼 以前唐宋八大家对他们的了解 就是从课本上学的 他们的文章就是签字本的这种 印出来的课本上 然后这次通过这个古籍展览 看到了那个雕板 雕板印出来的这个书 然后还是从朝代 从宋朝一直到民国 每个朝代的都有 就说明那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 也是从史之中远远流传 然后不大精神 此次展览精心设计了八大家 著名作品的卷轴 公众也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 阅读八大家的经典名片 体会八大家的文字之美 感悟他们的人格魅力 此外 展览还精选了八大家的名片 如韩玉的诗说 柳宗元的钱之驴 苏氏的赤壁妇 王安石的商仲勇等 带领观众重温经典 此次展览将与省博物馆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文物精品展同步结束 进入12月以来 辽宁省图书馆还在线上开展了 阅读点亮城市 好书链接你我 以及第四届辽宁省农民工读书 争文大赛展演展示会等活动 记者公号刘超报道 好书链接你自己的赤壁妆